今天要搶先看 我们今天来到高雄市的凤山区 这边是顶星特区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新案子 是冠杰建设的乘务案惠美 那它规划2到4房 24到52平的产品 而且一字头的房价在这个区段 其实非常的有竞争力 西地所在的顶星特区 在凤山的最南边 这边大楼新案多 而且房价都在一字头 非常适合手购族 周边就有台88线的凤山交流道 前往市区很方便 采迈可到小港桂林商圈 后面规划移动地上15楼的大楼 每平16万元起 在A区和B区采分区管制 那像这边开放式的中庭 这边非常的通风非常的凉快 那在这边喝个咖啡休闲一下 其实都蛮不错的 不过也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式的设计 所以呢稍微要注意一下社区的安全 一楼还有儿童游戏区 家长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二楼也规划了一个健身房 那这个健身房其实还蛮大的 有很多跑步机啊 滑步机啊或者是脚踏车 那甚至呢它也规划了一个小型的孕律教室 也在那边做一家 他们的公社也该来看看室内啰 首先呢我们看到呢是两房的食堵屋 那这一户呢是B3户 它是29平的格局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客厅啊 它的面宽啊大概有3米半左右 坐在这边看电视其实也不会有压迫感 那客厅以及厨房加起来平处大概是5平 卫浴呢使用的是头头的明治马桶 还有多干丝分离 转过来这边呢则是厨房的空间 它这里的厨房呢用的是樱花的三机 人造石台面 接下来呢我们看看三房的产品 那这一户呢是B1户 它的坪数是37平 一进来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型的餐桌 那因为呢三房通常都是小家庭购买 所以呢餐桌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必须的 走到后面呢就是它的客厅的位置 客厅加餐厅加起来大概就有7平 那它客厅的面宽的3米 其实比我们刚才看到的两房稍微小一些 可是呢因为它跟书房之间 做了一个穿透式的设计 所以呢其实坐在这边啊 看电视啊起居其实不会有什么压迫感 那这边呢就是主卧的空间 那主卧的坪数大概3平半左右 那可以摆下一个标准的双人床 那也可以规划一个梳妆台 这边呢则是开了一扇窗蛮大的 主卧会浴同样使用toto的免织马桶 而且有开窗浴室比较不会潮湿哦 陈建宇 唐俊威采访报导